当下没有恐惧 萨古鲁说 无法真实地感知生命 是恐惧产生的基础 人既不想活 也不想死 这就是我们当前所处的窘境 恐惧仅仅是因为 你并没有和生命本身同在 你活在你的头脑中 你的恐惧总是关于下一刻 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这就意味着 你总是恐惧那些 当下并不存在的事物 如果你恐惧是关于那些 不存在的事物 那你的恐惧 就是完完全全想象出来的 如果你因为那些 并不存在的事物而受苦 我们称之为精神错乱 所以或许人们的精神错乱 还处在社会可以接受的程度 但是如果你害怕任何并不存在的事物 或因之而受苦 这样同样也等同于精神错乱 不是吗 基本上人们的苦恼 不是关于昨天发生的事情 就是关于明天可能发生的事情 所以你总是为一些并不存在的事物而受苦 这仅仅是因为你没有活在现实中 你总是活在你的头脑里 其中一部分是对过去的记忆 另一部分是对未来的想象 在某种意义上 这两者都是想象 因为这两者在当下这一刻并不存在 你沉沉于你的想象中 这就是你的恐惧产生的基础 如果你活在现实中 恐惧将不复存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